习近平不单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独裁者 而且他可能是自希特勒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者 而且你知道他可能比希特勒更危险 所以我认为对观众来说 现在要思考的不单是数据是怎样 应该怎样预判米勒先生是中国数据的世界级专家之一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集合的野心是无限的 因此就企业董事会而言 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打算如何应对 董事会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 股东和这些董事会成员在为股东减轻风险方面有哪些信唐责任 你知道我在直谷的企业董事会任职多年 现在直谷的那些大佬都在制定针对中共国的应急计划 因为他们看到中共如何打压私营企业 他们看到中共严厉的新冠疫情封城 而且他们认识到习近平对权力无止境的野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